柯文哲遭到羈押 讓外界更關注著民眾黨未來 該何去何從 這黨內也傳出 恐怕面不了有雙黃之針 也就是黃國昌跟黃珊珊 兩人的較勁 這黃國昌藉著應變小組發言人的身份 積極針對黨內情勢主導議題 還親上火線 而黃珊珊則是陪同柯文哲 太太陳佩琪鞏固著母結會的系統 在外界的揣測黃國昌是指揮 都是挑撥 見到緊緊應變小組召集人黃國昌 珊珊來遲卡C位 大家連忙讓位 如今一手掌握發言權 不免讓人好奇 莫非是為了代理黨主席提前暖身 柯主席他對我唯一清楚的交代 就是要所有的支持者 好好的過生活 親曝柯文哲遭押前的最後叮嚀 顯見兩人私下可沒少交流 不過探開黃國昌先前入黨時的六項協議 白紙黑字寫下針對黨務運作不過問 也不多言黨內未來發生的糾紛 倘若黨中央屬意黃國昌接棒 外界輿論勢必守不了 口徑一致喊團結 不過另一頭黃珊珊私下卻是動作平平 自禁華城案引爆後速度貼身接送夫人 陳佩琦 柯文哲日前吳寶請回後更是第一時間 直奔黃珊珊家 黨內的雙黃角力似乎也浮上檯面 黨魁誰接棒依舊是未知數 不過眼下另一難題傳出基層板塊逐漸鬆動 有地方黨部陸續接獲小草反應 對柯文哲金流爭議感到失望 倘若無法及時止损重拾信心 恐怕大幅衝擊2026選情 當民眾黨的支持度不在 柯文哲沒有辦法帶動他們的聲量的時候 未來民眾黨在地方上面的提名 或者是說議員會不會加入民眾黨來參選 都是對民眾黨最大的考驗 後柯文哲時代黨內角力暗潮汹涌 但當務之急恐怕還得先穩住軍心 記者交過風凰奇樣採訪報導